谢谢你 最后一盘球 两个人上半段的最后一盘球 刚才的第七盘 我觉得丁俊辉打的确实很好 虽然没有一气呵成 中间停了两次 但是调整的都非常不错 重心上手 拿下了最终这一第七盘 好球 球开得非常好 但是两边大开大合 如果对手强行拼球的话 还是没办法 今天从 斯特曼玛义的开球来看 他追求的是 落点OK的 这个 比较厚实 比较扎实的这种开球 没有跟丁俊辉来斗 开球当中的这些 小的细节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上手就上手 他的感觉 今天他的 他的进攻应该会比丁俊辉更犀利 但是从今天的感觉来看 他几乎没有一杆把丁俊辉打到不行 而且今天丁俊辉失误并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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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不够 不够就要来打中袋了 好 正好够 一切 第一次扶下身 我看他的动作是要打四分 四分这么过来 还是打进 但是主球你看 这局球真的不该会失误 只打了35分而已 两个球都跳了一跳 这就刚才这个曼青涛 我看丁俊辉一口水没喝完 他也没想到怎么会这样 对 把黑球打走 也是坤里有凉 所以就不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对手了 这周还是有点损 你自己家有凉 把镰刀藏起来了 这球还算运气好 毕竟没有停在带口 合差很多 露球了 嗯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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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一下黄球的这个点 然后用黄球一颗星去炸球堆 因为球堆比较平行 从下方炸比较安全 直接挂球堆来 直接挂球堆来 这是何苦啊 为什么不用两分去挂呢 可能他刚才描过之后觉得两分的点比较 比较不好 来 再一次把台面交掉 谢谢你们快点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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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